跟館長那一通電話 背後的一百萬人相比一樣 XX逼逼退 在黃國昌的眼裡 為什麼會覺得館長比較重要 為什麼會覺得卡提諾比較重要 這是有邏輯的 這兩個邏輯是一樣的 流量嗎 流量 流量對於網紅政治學來講 比專業更重要 比所謂的大法官 他們的權威更重要 他們只在乎流量 不論是非 他們只在乎流量 不論流量的正面或負面 這個就是標準網紅政治學的答案 但是民主可以這樣嗎 為什麼民主 為什麼我要講的是說 民眾黨你不要提說 所謂提複議 所謂的朝野會對立 你們是害怕 你們怕到了 這不是加劇朝野對立 是會增加在野的壓力 為什麼這麼講 複議案不只是行政院 摯愛難刑 行政院為什麼一定要表態 有多少不要講政務官 政務官還是政治任命 有多少公務人員 會因為立法院的法案 會受刑法被判刑 會被罰錢 這些都是公務員 這些公務員 你們要說是挺綠的嗎 你們要說是綠營側翼嗎 不是嘛 但是你們連這些公務人員 我都還不要說所謂的社團或法人 或者是社會人士 包含行政院 轄下所有中華民國的公務人員 都因為立法院立的這個法 有可能會涉案 有可能會被罰錢 所以行政院 基於整個行政院的大家長 他當然要提複議嘛 而為什麼會造成在野壓力 約恩之 我就要看複議案 你到底是舉贊成還是反對 你第一個 有可能被點名罷免的是你 約恩之請表態 壓力大不大 罷免都在發動啊 對 公民運動都已經在發起了 傅昆琦不怕嗎 不怕你為什麼今天 你的罷免案要所謂的修正案要撤案 你再害怕嘛 所以要想拉高門檻 國民黨的立委不怕嗎 會出席嗎 他們如果不出席投票 他們只要15天內 因為立法院在15天內要做決議 只要15天內沒有做出決議 國民黨的人沒出席 不出席的話 沒出席 這個案子就直接回到立法院啊 誰都沒有責任啊 不要怪誰啊 因為我們就不想出席啊 不要再忙啊 checkout啊 我用選民服務啊 對然一 courtesy 所有立委 我幫大家解套 不要出席副議案的表決 因為副議案的所有的表決 紀錄 大家都在看著 誰按了0 誰就會被罷免 誰反對行政院的副議案 你就有被罷免的可能性 這個壓力完全形成了 所以是增加了在野黨的壓力 所以為什麼卓榮泰說 不一定的原因 因為副議有可能會成功 會重新退回立法院來重新討論 只要我們公民行動 我們的公民運動夠強悍 我們就可以對這些立委 形成極大的壓力 明顯怎麼觀察現在的社會氛圍 是不是真的是 謝國良是會倒大煤 不至於 想我們台北其實現在最缺的不是罷免 所以說 發動大罷免時代 台北欠什麼 所以我說台北欠都更 所以講我們大都更時代 中央在撒什麼 中央賴總統說要推動AI AI大國變成大AI時代大數據 結果現在變成大都更大AI 然後變成大罷免 你知道罷免是這種仇恨動員 這屬於藍的討厭 綠的 綠的討厭藍的 你說一定一個人仇恨值很高 藍綠共同討厭 沒有啦 絕對的 一定是另外一邊討厭你的嘛 所以發動罷免的時候 我想你說國民黨立委 連署罷免國民黨立委 我們自己人會連署罷免嗎 不會啦 一定是另外一邊嘛 如果變成這樣子的話 那就變成仇恨動員嘛 所以第一個你說 好 民間包括KOL 還有包括各團體發動罷免 這個會塵漢 你說政黨背後有沒有奧援或動員 過去都完全沒有嗎 其實不用騙人了啦 多少都有啦 所以你說真的要 發動藍綠之間互相罷免 最後變成會形成的仇恨動員 那真的是好嘛 就會瘋火連天 所以有啦 現在連署過四分之一不難啦 25% 依照目前來講不難啦 你說不難是指在你們優勢 深藍選區也有可能成功 你在哪一個選區要承岸 要承岸過第一門檻 第二門檻 就是說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都不難啦 都不難說真的啦 依照目前 不容易 我有被人家發動過 我告訴你 沒有你想的 藍綠的支持者 就始終的支持者 其實在社會裡面不是多數 真正是中間那一塊 韓國瑜那次罷免 你不要說是綠的去弄喔 連那個學生領那個市長獎的時候 都會拿個你為什麼愛說謊 就是說社會上有一群 他對政黨沒有真誠度的人 他如果把憤怒推高的時候 那個才是決定性 我還是覺得啦 就是說 當然啦 你要連署罷免都尊重啦 那選民的權利 可是就是說你選舉是四年一次 不宜就選民了一個 man day的一個選票的授權 而且涉及到說 當然啦 你說明年發動罷免 搞什麼又超過半年 你說政局的變化 真的真的有那麼 就是說訊息萬變 到明年真的 這些人還是一樣成為罷免的一個標的 特別明年開始 明年到下半年開始 又變成縣市長要提名了 內部又要初選了 所以老實講 第一個仇恨動員 好啦 現在看起來說 國會改革法案過了之後 藍綠之間激化了 有人要發動連署罷免 可能會有 可是關鍵還是在於政黨的角度啦 政黨的立場啦 如果政黨背後 不要說公開支持 只是背後有點奧元的話 那有可能會過關 可是要看你們藍白怎麼做啊 比如說你們又要把那個罷免門檻又拉高 然後又偷偷抽出來 想要進博兜 我覺得不至於 我認為我個人認為 我不是立委 我沒有資格講這個話啦 因為我沒有參與投票權嘛 我覺得不適合啦 不適合 依照目前的門檻 門檻該會扁嘛 只是說我覺得能不能成案 好 剛才委員說的 定委員說的 好 中間非藍非的選民是一個 可是我覺得只要有政黨動員 政黨態度 奧元的話要成案就相對簡單很多啦 只說現在政黨的態度 到底是要遍地烽火呢 還是要推動大都更或大AI時代就好 還是要推動大帕免時代 在政黨一面之間啦 現在這個氛圍 你覺得對於你們藍白是比較不利一點嗎 我覺得相較之下 如果變成朝野是這樣 你爸我一個 我爸你一個 好像變成雷台賽 我認為跟現在氣氛不是那麼好 我也要在這邊呼籲 所有愛台灣的花蓮鄉親們 請你們如果發動傅崑奇罷免那天 請你們不是為了故鄉 你們更為了台灣投下你這一票 為什麼 我告訴各位 黃國昌非常可恨 可是我覺得傅崑奇更可怕 傅崑奇可怕在什麼 我在這邊解析給大家聽 傅崑奇背後有多少力量 第一不要忘記 傅崑奇現在是國民黨黨團總召 為什麼這些年輕人 年輕的立委們 大家劃衝劃爬 你知道有什麼嗎 很簡單 因為他們有鏡頭 他們有聲量 他們在聲蘭變成爆紅啊 只是徐巧新的天下 他形成一個國會 尤其是新進新科立委們 非常惡劣的風氣 我就是討好聲蘭 我就是非常暴力之氣 我變成戰神 所以各位 你要這樣的國會嘛 這後面支持的力量是誰 當然是傅崑奇 第二更可怕是什麼 他背後有共產黨的力量 當你去跟王滬寧叩頭的時候 王滬寧交代了你什麼 你怎麼回來快馬嘉賓 推動了這些東西 完全就符合人家二月份的預言呢 好 而且傅崑奇他可能將來有逐鹿 中國國民黨 不 我應該叫他大陸國民黨 大陸國民黨的黨主席野心 不要忘記他是中常委最考票是吧 他還有很多的金錢 還有他傅崑奇 傅大委員 你有沒有積極的籠絡地方派席 各位想想看喔 如果這樣那個傅崑奇 在國會爛搞 後面有共產黨的力量 他又要進主國民黨黨主席 他又討好聲蘭 這讓他掌握了國民黨 還得了嗎 國會就是一個最大的破口 這就是為什麼經濟學人 為什麼金融時報表達憂心 還有這幾天為什麼股票市場 資本市場大量的下跌 台積電最後一盤 倒不了300多億出來 為什麼 外資資本市場用行動具體的告訴你 他們擔心 國會藍白河流的力量 把台灣推向親中 那資本市場會撤出的 今天台灣各位注意喔 調查權一通過的結果是什麼 我再告訴大家 調查權通過的結果是 他們現在把矛頭對準的王毅昌 不 我們都是王毅川 他們藉由照謠言說什麼 這是手機監控 建立要調查權合法性 然後他欺負人民以為不相關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今天是王毅川 未來就是你 因為我只舉兩個 最簡單的例子來講就好了 台灣要發展無人機 這是我們將來對付共產黨 非常有用的部隊 我請問一下 我把民線廠商交過來 你那個無人機 某某零件你說出來 資料給我交出來 叫出來說是國防經理 來 主席你同意嗎 主席你是高雙的 主席說我同意 這不是國防經理 你不敢告訴我 我請要講